上回我们说到闽苏自吻离世后,姬衡对聂初吟可以说是十分痛恨,之后聂初吟对天君表示姬衡已经坠崖,这才让天君不再追究。 不过,知赫以及连颂都因为破坏东华大婚而被责罚,连颂因为有东华求情,最终只是去面必思过。 但知赫却被遣送至西荒,离开的小狐狸何时能找到呢?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本集精彩内容,画面开头折颜正徘徊等待着白真,为自己带来关于大婚的消息。 这小碎步走来走去属实有范,这时白真终于出现并且说出凤九的其他经历,她严明凤九不仅没有接受那些男仙,让亲戚很是头疼,纷纷跑到伏觅仙母那告状,可伏觅仙母非但没有责怪凤九,而且护短心切的她,还觉得都是那些人不够好。 决定要自己为凤九挑选。 就凭凤九这长相怎么说也是全场亮灯吧,那还不允许人家挑了,这一边谢姑愁前来找到凤九,这让凤九很惊讶,毕竟谢姑愁怎么说也是掌管着幽明司,如今竟然会亲自来找自己。 你们快看看这是不是凡尔赛,接着谢姑愁便说出,自己之前看到网声部,怀疑是东华上军夏凡历节来了,便询问凤九要不要去看看人家。 这能去看吗?这不是在打我们凤九脸吗?凤九随即想起来曾经在九重天的回忆,回忆总想哭,一个人太孤独,虽然说回忆是美好的,但自从姬衡来了以后,东华上军对凤九,反而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 立马重开,绝对不能受着委屈,凤九想着想着突然就想到遗迹,他请求谢姑愁将自己的影子也投放到人间,那么到时候便能帮助东华,自己也可以报恩。 乖乖,九儿咱别当天狐狸了成嘛。 画面一转,东华提前下凡历节,所以便在一个大雨乱坐的夜晚降生下来,他降生的这一天可以说是买一送一带着灾祸,比如说南方大涝,北方大汗, 并且自己的母亲当场就死掉。 是不是每一个历节的人都得这么惨来着,我默默看向我的口袋,确定我肯定是来历节的。 成玉从私命那边知道,帝君提前下凡历节的事情,就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好朋友凤九。 凤九知道以后飞速跑到九重天,想从私命那边知道帝君的降生地点。 可私命担心这样会影响东华历节,所以就是不愿意说。 没事私命咱不说,咱不能让九再这么舔下去好吗? 可是往生部还是被凤九看见,这小眼神尖尖的。 另一边摩君在成渝国听说书的说着灵弼石的故事,他本来还不相信,结果按照那人所说的位置,果然就找到一个大坑。 这不是真香现场这是什么,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地盘,看着在梳妆的积横,他内心很是欣喜,知道这人又可以被自己所用,毕竟也恢复得差不多了。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工具人实锤。 大了,哎呀,这长大了还换了个发色不适,他骑着白马跟几位王室子弟比拼。 一开始的时候由于白马受伤,确实是落后了一点,不过就在某人嘲笑他的时候。 这男人带着金雕出现了,此时此刻全场焦点都聚集在他身上。 自带光环的男人果然就是不一般,是不是金雕不重要了都,这让他的王帝父亲都感到震惊,没想到自己儿子能那么厉害呢。 但如果你真的以为那个金雕是玄人,自己得来的,就大错特错了,其实是他在树林里面碰到叶青蹄,差点被野猪偷袭,吓得我以为一颗好白菜就要被猪拱了。 好在送玄人及时出现救下,所以叶青蹄才将金雕送他。 玄人拿着金雕就获得王爷父亲的青睐,说着就把带兵荡平贼寇的任务交给好的,甚至也给玄人找了一个助手。 这助手竟然是青蹄,对没错又是他,穿着一身青衣又来了,这让玄人真的是十分高兴,殊不知人家接近他的目的,其实是为了索魂育,终究是错付了呀玄人。 凤九偷偷来到私命这里,偷看到东华的韵布,却正好被私命撞个正着,既然被发现了私命,就想着那我就顺道问问东华的下落吧。 可私命却提醒说,如果下凡使用先例,那么就会遭到反噬,凤九一听连忙表示自己一定会乖乖的不去,可是私命总是担心着什么? 这像不像你跟人保证不去蹦迪,却蠢蠢欲动的样子,虽然说私命说的后果很严重,可凤九也感知到东华一定有危险,所以还是决定要下凡去救他。 看看看,最终还是这样了,看不住的狐狸啊,果不其然,他在天上看见玄人浴血奋战,当时情况非常危急,于是凤九便化作士兵下去帮忙。 打斗过程中,使用法术救玄人,自然就遭到反噬,可是不得不说,九儿你这是遭到反噬,还是动了胎气,最后自然是将玄人给救下,可是自己也遭到反噬受重伤。 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,凤九在救玄人的路上可以说是上头了,全然忘记反噬这个东西。 战争结束后,玄人见叶轻蹄为自己受伤严重,当即就说要跟人家结拜,这两人自然就成了兄弟。 玄人获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他大王子耳朵里面,这可让他瞬间不高兴了,看来要开始好好提防太子,就你这气量还想着坐上太子之位吗? 此时玄人去见重病之中的父亲,然后就被带去看了灵壁石,他也知道灵壁石的珍贵之处,保证自己一定会保护好这块石头。 画面一转,聂初银又来看望姬衡,这个时候姬衡已经恢复得不错了,可是很显然也是失忆了。 所以说聂初银又开始他的奥斯卡演技,问姬衡愿不愿意帮自己,你这话问的,你救了别人,别人能不愿意吗? 果然啊,姬衡直接表示自己的命都是他救的。 当然愿意。 姬衡我怀疑你受到了,不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 这一边王帝去世,玄人便自然而然登上王位,现在很多国家都基于灵壁石,玄人可谓是背上重任。 而聂初银也来拜见崇安国王帝,还提出让自己的义妹去和亲,对这个义妹就是姬衡,但是化名楚银。 聂初银你这样像不像乱牵红绳的大妈,居然想着让楚银去和东华在一起,那我们小九还怎么办? 不过这个王帝见到楚银这么美丽,所以就借口聂初银是胡说八道就把他打入天牢,这草帅的不能再草帅了,被反杀了。 到了夜晚,聂初银利用自己的法术,就从天牢里面跑了出来,根本就不怕反噬的这家伙。 紧接着就看见楚银撞死在柱子上,原因就是因为王帝想要玷污人家黄花大闺女。 看着王帝紧张的样子,聂初银直接就问他后不后悔,这王帝还是执拗得不害怕,虽然内心已经很慌张,于是聂初银就表示,只要他同意今天自己的提议,那么就可以把楚银给复活。 复活怎么在你那里那么轻松呢?王帝见此也只好答应。 于是,两人小手一握,瞬间出现奇怪的场景。 结果,聂初银就使用了时空轮转的技能,一六烟功夫王帝又回到今天早上坐在王座上面,这时聂初银再次询问他愿不愿意收除婉媚一女,然后去向成鱼国和亲,王帝当场就傻眼,只好同意下来,并且按照约定封聂初银为国师。 男主的光环现在都还没米大呢,另一边,玄人所在的成鱼国接到重安国的和亲申请,又开始一阵的讨论,这也像集了家里面亲戚讨论亲事现场,叶清提反对这个请求,认为对方狼子野心,一定是有阴谋,人间清醒小葡萄,可是无奈某人认为这样可以给百姓带来和平,所以玄人牺牲自己的幸福同意下来。 等会,怎么姬衡在哪里都能嫁给东华,聂初银为了能让楚婉更加相信自己,对自己言听计从,甚至不惜遭到重大反噬,将灵香化作敏苏的样子,毕竟敏苏上一世和姬衡有孽缘,这让姬衡看见敏苏,顿时就觉得似曾相识。 聂初银这一招就叫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,而玄人还是在派叶清提找小九的下落,别找了大兄弟,人家就不是你家阵营的,可是依然一无所获,那玄人哪肯放弃呢? 当然还在不断找着,甚至准备张贴小九的肖像,其实我一直都很迷惑,把人画成这样怎么找呢? 但叶清提还是这样照做,挨我说东华,你都要去姬衡了,怎么还想着找小九,还嫌伤人家不够? 现在姬衡化作楚婉,已经准备前来成渔国,看来这上一世的孽缘,这一世东华又要重现不成,凤九心心念念帮他历劫,东华却再次与姬衡大婚。 我在大润发杀了三年的鱼,这心早已经拔凉拔凉,而聂初吟更是为了能够得到灵币石,可以说是损耗自身的修为,这一点实在是狠,直接就把灵香改头换面变成敏苏。 玄人初登王位,身边一堆虎视眈眈的人,一个不小心就丢掉位置。 凤九为了他已经遭受过一次反噬,不知道这个小狐狸是不是还要再帮他,那么灵币石最后到底是为谁所有? 东华难道又要辜负凤九一次?这俩就这样散了吗? 好了这么多答案,我们下期再来揭晓,预知后事如何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对了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。